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那今天中午11点半 在高雄港突发了一起重大的事故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出事码头的斜对面 大家看那里呢,看到了吧 乔士基已经倒塌了 那我这边,我的对面这边呢 就是肇事的这个货轮 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现场的视频 我们来看这条大船 这个空船 它这时候它已经挤在了 靠在码头上的那条小船的左侧了 但是我们看这条大船的这个水花 白色的那个水花 就说明呢,这条大船正在全速的倒车 返出来的水花 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 大家看这个可怕的是乔士基的那个凋壁 仔细看那生活区的那个大楼前边 那个凋壁挡在那里 这时候 是碰撞是在所难免了 肯定是会撞上这个乔士基 我们看 这时候已经撞上了 那这个乔士基简直就是 就跟指壶的一样啊 不堪一击 马上轰然倒塌 哎呦 好在这上面应该是幸亏没有人啊 这上面有人的话 太可怕了 不敢想象啊 所以说这个靠码头 靠离码头控制速度 在码头港区内这个速度 是多么的重要 安全航速安全航速 强调了这么久 大家看到这水花还在继续啊 说明他还在一直在拉倒车 一直强调安全速度 就这么快干什么呢 开那么快干什么呀 这么大的事故 我们换个角度看啊 这个应该是靠码头的这条船 一个船员拍的 站在这个角度 大家看 整个人这样急过来 你可以目测一下他的速度 在全速拉倒车的情况下 这个速度还这么快 你根本是停不住的 停车有一个叫停车冲城 根本停不住的 另外呢 两条船相撞 给大家科普一下 只有一种可能 是有一方是无责的 那么就是靠码头的这条船 它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 它没有任何责任 因为它属于码头的 一个附属设施了 只有这种情况 其他的呢 双方都会分析出 各自的责任 我们看这哥们在拼命跑 他应该是跑到右边啊 去看那个 敲事机倒塌的瞬间吧 果然还真被他拍到了 太可怕了 真的 那么这个就是从码头的角度 这样拍的 赶快跑吧 别看了 赶快跑 太可怕了 那这种力量去巨大 你看箱子整个人 集装箱整个全部倒塌 靠在码头的这条船呢 是阳明公司的一条船 你看他在那里靠得好好的被撞 那么赵氏的这条船呢 名字叫OOCL德班 就是东方海外德班 但是东方海外不一定就是它的船东 也有可能它是租来的船 因为东方海外的船壳 我们知道是灰颜色 而这条船就不是这种颜色 当然这一个初步的判断 不一定啊 那么事故的原因呢 到目前为止呢 也不清楚 我们是今天早上九点多啊 从这个79号驳位 然后移驳到120那个驳位 我一看天气还不错啊 我就把那个摄影器材 我那边一架 叫他自己去拍去吧 那也不影响我们工作 有没有人动他 大家看那个托轮已经过来了啊 他到我们船头的左边 这样来推 这样做呢 就是协助我们向右边掉头 大家看了吗 我们正在向右边转 同时呢 我们的侧推 就是前车呢 也在动作 这样转过来了 转过来之后啊 这个托轮呢 将要到右边呢 把托轮缆绳带上 我们这次移驳呢 一共有两条托轮协助 船头一条 船尾一条 再加上我们船自己 有牵车 强有力的侧推器 那么整个的这个移驳过程呢 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那这位银水先生 带我们移驳的这位银水先生呢 跟我 我们两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也谈到了在靠离驳过程中控制船速的这个重要性 一句话就说你急什么呢 你要那么快干什么 我在这里就讲一句啊 真的讲句实话吧 对于银水来说 对于船长来说 你任何的一项作业 并不是说你做的有多快 是不是 就来显示你有多高明 来显示你技术是多么的精湛 你用了一个半小时 你看我 我才用了一个小时 这样不能说明你技术精湛 我只能说你运气好 尤其像这种就高风险 这种作业 你那么快干什么呀 对不对 快了 速度快了 肯定就不好控制嘛 是不是 当然这里边从专业角度来说 说起来复杂 也不一定说速度越慢是越好 也不能这个一言蔽之 是不是 但是呢 总而言之 控制速度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大家看我们船啊 像这种靠驳方式 以前我一直说平离平靠 你看这种方式 就是平离平靠 大家看 它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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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来靠上驳围 这样的是相对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方式 我们是大概十点半左右靠好的 那一条船发生事故 是在十一点半 你说这个一个小时之前 我和带我们船的这位临港先生呢 还谈到了控制船速的重要性 谈到了靠离脖 安全速度 安全操纵等等 言犹在耳啊 没想到呢 一个小时之后 那边就发生了这样的重大事故了 本来啊 我今天就起的就早 我说下午要不就睡一会儿 要不就喝点茶 我最后想还是喝点茶吧 我把瓜子都拿出来了 泡茶喝 结果呢 那边就发生这样的事故了 那么这次事故的这个资讯 还有现场的视频资料 是到我船来进行维修保养工作的 高雄的七海公司提供的 还有就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一个粉丝朋友提供的 他们啊 都是李传堂笔记的订阅者 在这里呢 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 那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 是这次事故并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你想这个乔士基倒下来 那现场肯定是一团糟啊 对吧 那货柜都倒下来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被困了三名货车司机 也都被一一救出来了 那只有一个人呢 受了一点轻伤 所以说这个事故啊 确实是可怕的啊 我在这里呢 违愿大家啊 咱们处处谨慎小心 因为平安才是福 下面的时间呢 来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吧 那昨天的节目 是关于堵塞苏伊士运河的 这个长次论 关于这个船长负全责的内容 同时呢 也谈到了船长的绝对权利 就有很多朋友啊 在评论区啊 就评论 说当时这个船上不是有饮水员吗 或者你靠离脖的时候 不都有托轮在协助吗 那是饮水员在指挥操纵这个船舶的 是托轮在协助船舶来进行 靠离脖作业的呀 那这时候一旦出了问题 那船长还需要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这个答案呢 是肯定的 我们说啊 就是说 无论你有几个饮水员在船上 也无论有几条托轮在协助 一旦出了事故 那么承担责任的呢 只有一个人 那这个人就是船长 现在的船舶啊 它是越造越大 很多这种巨无霸 那么操纵起来呢 也是越来越难 可对于港口和码头来说呢 它的这些个附属设施啊 配套设施等等 甚至于呢 包括一些相关的 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说呢 它并不都是与这种巨无霸 相匹配的 所以来说呢 那么压在船长肩上的这个担子呢 就会越发的沉重 不过我们也不怕呀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船啊 这个名字叫Lucky 就是幸运的意思啊 所以呢 在节目的最后 我希望啊 能把这份幸运 带给所有我的粉丝朋友们 我祝你们好运 那好 这期呢 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